多次获选全球最佳航空的阿联邮航空 再度来台招考空服员 月薪上看8万元 由于明年2月10号 阿联邮航空就要开设 台北直飞杜拜的定期航班了 因此录取人数渴望大幅的提升 不过呢 他们要求除了英语要好之外 录取的条件 还有牙齿必须洁白整齐 你好台北 阿联邮航空即将在明年 首开台北到杜拜直飞航班 预告明年将大动作应征空姐 月薪8万起跳 一年举办两次的招考 而且需要的条件很简单 只有英文流利和牙齿整齐 因为阿联邮的客人 有不少是球长级人物 所以先前曾有传言说 空姐必须会照顾老鹰 不过这不只是一场误会 航空公司还说 要带老鹰上飞机才没那么容易 口袋没有个几十万 根本不可能 所以象征空姐的女孩不必担心 而阿联邮将从明年的2月10号 每天提供台北直飞杜拜航班 九个小时抵达目的地 比起原本先得经过东南亚再转机 至少能省四个小时 也成为商务人士的全新选择